神赐给我们的话语是 以赛亚书的53章5到6节 使徒行传的1章4到8节 给大家再读一遍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亚伤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情几路 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 都归在他身上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吩咐他们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约翰西用水施洗 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 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 耶稣对他们说 复平了自己的权柄 锁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到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之道地级 做我的见证 阿们 神所赐给我们的话语 不是说你们就听吧 这是知识 圣经里是这么说的 不是这样的一些内容 神赐给我们的话语 说的是神对人的经验 并且让神的经验应用在你的身上 让你也有经验 是这样的一些内容的话语 今天呢我们通过总传道主日 尤其这一次呢 我比以前的祷告的都多 因为我们走到今天 在不信耶稣掉在地狱里的话 那么怎么面对这个不信呢 感觉到他们的不信就是我的不信 所以我在神面前恳切地祷告 如果我们不能跟主有同样的精神 参与到旧灵魂里去的话 那么主的想法跟我们的想法 有多少的意志感觉 主的信仰生活 跟我们的信仰生活 有多少的距离呢 想到这些 我就想 怎么才能多叫一个人信耶稣 打发他进天国呢 那这是信了耶稣之后呢 都应该有的一个统一的精神 这是你所应当的 约翰福音的六章 三十八到四十节里 主耶稣说 我来不是为了要按照我的意思心 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 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心 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 也就是说是父的意思 我来是为了要照着父的意思心 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 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 在末日却叫他复活 父的意思呢就是 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 在末日却叫他复活 末日是什么时候呢 耶稣他自己背负 使得这样他肉体的末日 他断气的时候说成了 也就是说我背负了世人的罪 我背负了世人死了下地狱的罪而死了 我为了世人而死了 所以说成就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实 假如已经成就了 我们仍然掉在地狱里的话 就太不幸了 那么圣经里边有多次记录 地狱里边的状态 地狱里边的痛苦 我们所能表达出来的呢 不过呢就是只限于我们的言语 实际呢这个痛苦 是我们不能表达的 对于呢是罪的 公嫁而去的地方 有的时候我们传道说 请你信耶稣吧 他就说 哎不要说倒霉话 我没这功夫 听到这话呢 真的我有的时候 真想坐那大哭一场 因为人的无知真是没办法 真是没办法呀 那么信耶稣的人让你信耶稣的时候 他们难道没事干找你麻烦吗 他们没事干 多于拽着你过路人 不让你走吗 那么这就是一个宗教信徒 没事干嘛 你仔细听一听的话 就知道里边有内容 就知道这是有原因的 所以你想一想就会知道的 可是呢连想都不让他想的 那就是支配着他们的 魔鬼塞的心灵的工作 所以呢如果不灭绝 这个魔鬼的话 不能把人救出来 所以说传道人得有能力 耶稣就说 现在人必有神迹 随着你们 你们要奉我的名赶鬼 奉我的名医病 我就与你们同在 知道世界的末了 为什么要有能力呢 也就是说你有病吗 你遇到了痛苦吗 你遇到了世人 解决不了的不可能吗 可是呢耶稣做得到 你跟他见见面 你跟他相遇一次就知道 我们教会 从开拓呢 一直就有患者来我们教会 为什么呢 因为呢他们的疾病到了 医生治不了 药治不了 别的办法也治不了 他们就说 神能治 所以呢就来医病的 来那以后怎么说呢 你不要因着你的病而哭泣 不要因着你的病而觉得痛苦 你要因着你没有跟神相会而痛苦 你要因着你得病的罪而痛苦 你要因着你没有信心让神医治 为你的没有信心而哭泣 这些问题解决的话呢 基本自然就解决了 如果我们不能证明神是活着的 证明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叫他信耶稣 叫他能够进天国 那么教会如果不能把人打不到天国 而打不到地狱里去的话 那为什么需要教会呢 那这样的话教会就没有使命了 教会的使命就是叫不信耶稣的人 信耶稣进天国 可是假如不信耶稣的人掉到地狱里了 而这个人呢是我的父亲 是我的母亲 是我的兄弟 或者是我本人的话 那么你怎么承受最后遭受的痛苦呢 我们大家想一想 七支路的二十章的十节里说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 被扔在硫磺的火壶里 他们要在那里昼夜受痛苦 这就是魔鬼迷惑他们 他们信起耶稣以后脱离了真道 魔鬼迷惑他们 叫他们成了敌基督 魔鬼迷惑他们 叫他们成了假先知 他们就在地狱当中 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 这是我们不可想象的痛苦 那我们眼看着人遭受这样的痛苦 对呢 他是不论如何也救人 对呢 因此我们基督教 叫做生命的这个事件是什么呢 就是要救人 耶稣是为此流血的 可是耶稣最终流血 希望我们不要掉在地狱里 被我们偿还了罪 债把我们拯救了出来 那我们自己得救了 我去天国就完了 别人去不去天国 下不下地狱我不管 那这样的人呢 就已经是脱离了基督的良心 而基督良心的顶峰就是 他背负我们的最在实价上 所流的血 他流的血呢 就是对人一个最高的良心 主的良心 如果你里面有主的良心的话 那当然你也得去传福音 请你信耶稣吧 请你信耶稣吧 爱马也会说 请你信耶稣吧 也就是说 你可不能往地狱里去 你到地狱当中去 是受不了的 你不能往地狱里去 你得信耶稣 你得信耶稣 这句话呢 不能离开我们的嘴 同时 也是在问我们自己 你是不是信耶稣进天国的人 你有没有信耶稣进天国的信心 哎呀 死了以后才知道嘛 那就得掉在地狱里的 那就得掉在地狱里的 我们可以说 这个时常最可怕的 不是疾病 也不是战争 也不是什么痛苦 而是死了以后掉在地狱里 这是最可怕的 把人救活的办法呢 就是向他传福音 我们的主耶稣 那命令门徒 要成为耶稣的见证 那么主耶稣带领他们的时候呢 做过这些事吗 没有 主耶稣带领他们的时候呢 那么一只病人叫死人复活 一只的大麻风 也赶鬼 说白白的得来 白白的舍去 白白的得来 白白的舍去 没有讲究灵魂的 深厚的意义 那么结果 那么 耶稣的生平呢 已经通过 以赛亚先知 预言了出来 预言他怎样的活 预言说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给他起名叫 以马内地 那么就有童女怀孕生子了 他的名字呢 叫奇妙者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的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的意志 我们都如羊走迷 一个人偏情几路 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孕 都归在他身上 他照着预言 受害 受压伤 受警戒 受鞭伤 也在受咒诅的木头上 受了咒诅 把我们一切的过犯 我们的罪孽 和因的罪要受的警戒 已经疾病咒诅 带来的痛苦 和因的罪要下地狱的问题 他因的死都给我们解决了 吩咐我们说 你要去传这个事实 你要去传这个事实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毕得了能力 并从耶路撒冷 留在全地 撒玛利亚之道第几 去传这个事实 那么传这一消息的用具 就是教会 教会是什么呢 我们就是教会 你们里边有主的会答阿们 那你就是教会 那如果你不去传 教会的机能倒塌了 就是说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 因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 那因间的权柄 最大的权柄是什么呢 首先呢 它是不让我们信仰生活 达到一定高峰的仇敌 或者我们达到了高峰 接下来 它不让我们去传这个消息 它是我们的仇敌 所以人们说 现在的这个趋势呢 就是教会不行 不是一个不行的趋势 乃是阴间的权柄 更强烈的来愚弄人 那么胜过阴间权柄的只有教会 你要奉我的名赶鬼 奉我的名悔改 奉我的名受圣灵 奉我的名医病 奉我的名罪得赦免 阴间权柄在耶稣面前 会有什么样的挑战呢 我们没有办法胜过它 可是灭绝了它的 耶稣已经胜过了它 耶稣的因素从死里复活 胜过了死亡的权柄 所以耶稣也一病 因为主胜过了它 耶稣也赶鬼 因为主胜过了它 耶稣也胜过了死复活了 对着机能的是杀人 可是杀人的机能已经消失了 所以我们就得活了 所以这就是胜过了 阴间权柄的胜利者 你们里面有这样的胜利吗 你们里面有吗 你们里面有吗 如果没有的话 就没有比这更不幸的了 这个世界给你们什么呢 大家我们自己想一想 这个世界给了你什么 你又接到了什么 这个世界是绝对没有白改的 你做了工才给你工价 魔鬼也是一样 你听了他的话 他才利用你做他的奴仆 这个世界是没有白改的 而白改的只有神白给你 只有神白白的给你 我们大家请看 我们说神的儿子 他这是怎样的一个身份呢 了不得的一个身份 鬼在有了神的儿子的名字 这个人面前 当这个人使用神的儿子的名字的时候 鬼就喊叫了退去 疾病也在他的面前 如同血融化一样的被医治 肉体的私欲情欲 和支配这个世界的恶灵 也毫无办法的被神给抢夺回来 所以这一个绝对的权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能够传道的力量 就是我们维持信仰生活的力量 你有这个能力才能过信仰生活 你有这个能力才能救助 无数时常的灵魂 大家听明白的会答 我们已经有这个能力了 可是为什么不能使用呢 为什么不能活用呢 最好的一个活用呢 就是传道 就是传道 可是你不传道 那就没办法了 那就没办法了 亲爱的各位 他已经受害了 为了你的过犯受害了 可是没有人去传的话 那那个人只能是在过犯当中变亡 主委已经解决了 没有人去传的话 那么什么样的人 有资格去传呢 就是得到了圣灵的能力的人 为什么我们绝对需要圣灵的能力呢 因为圣灵支配的人就支配世界 有没有比这个世界更强的力量呢 世界呢 它带着了不得的兵器来支配我们基督徒 来支配的世人 你们在说 有不被这个世界支配的吗 有吗 被钱支配 被奢侈支配 被享乐 被快乐支配 被情侣支配 被名誉支配 被权力支配 凡你肉体所愿的 有没有不被支配的呢 世界各地我去过很多 有的时候坐飞机 那一问呢 人们都是说去做买卖 都为了钱 在全世界这样的说 飞机飞来飞去的 就感受到呢 钱的力量真是了不得的 人就成了追钱的 一个奴仆了 人不是钱的支配者了 乃是钱支配人了 所以这是我们明确能够感受得到的 各位 什么样的人是有钱的人呢 百分之百呢 被钱支配的人是有钱的人 那么在这个世界的支配之下 哪一个人能够脱离出来 有自由呢 哪一个人能够脱离的世界 有自由呢 钱上谁有自由呢 肉体私欲上谁有自由呢 肉体情欲上谁有自由呢 肉体想法上 所欲上谁有自由呢 肉体的奢侈上谁有自由呢 肉体的快乐 享乐上谁有自由呢 手机上谁有自由呢 电视上谁有自由呢 网络上谁有自由呢 谁有呢 所以已经被捆绑了 那么这些是什么呢 就是制造了世上风俗的魔鬼 在支配你们 以佛所说的二诊二节里呢 已经有记载 谁都不能让我们得自由 唯独你要晓得真理 真理让你得自由 我们不能被这世界任何的东西捆绑 从那里得自由 也就是说从那里出来的力量 从捆绑里出来的力量 只有回感耶稣的宝血 可是 为什么我们自己出不来 也不能把别人给救出来呢 所以这到底是从哪里生出来的一个捆绑呢 真的是很令人惧怕的 各位 掉在地狱里的是很容易的事 你们坐在这儿有什么用呢 被世界 支配了就只能跟着世界掉在地狱里 难道不是吗 这个世界上有名的 人给鼓掌的 人敬仰的那些人 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 可是呢 即便是在财主门前讨饭的拉萨路 今天死了如果能进天国的话 那你就是成功的人 我们得胜过这个世界取得成功 我们得胜过罪取得成功 我们得胜过肉体的要求取得成功 成功的人才能叫别人成功 这是一个肯定的树林的道理 大家理解吗 那只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耶稣的肉体背负那样的痛苦 就是为了解决我们的罪 那么你没有因着主受的压伤 解决你的罪孽 对于解决别人的罪孽呢 你也不去教 也不能给人家解决问题的话 那你为什么要来教会坐在这呢 为什么要来这这坐在这呢 大家我们看不信耶稣的人 多么的可怜呢 为什么可怜呢 因为肯定是地狱嘛 肯定是要掉在地狱里的嘛 一起说肯定得掉在地狱里 肯定得掉在地狱里 所以说那是可怜的 一起说不能掉在地狱里啊 所以说主才受了压伤 因他受的压伤解决了我们的罪孽 那我们不去传的话谁知道呢 他自己的连是罪人都不知道 有过犯都不知道 所以世上的人呢 不知道的太多才灭亡的 那我们一定要知道的是什么呢 就是不能灭亡的事 和肯定要灭亡的事 这两点我们要知道 我不能灭亡 怎么样才能不灭亡 那么教导这些的就是圣经 告诉我们的是耶稣 那么就是今天的讲道 可是再告诉你了 你也不想这么活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你觉得 哎呀每天都听着话嘛 那么耶稣怎么说的呢 耶稣喊着说 耶稣喊着说 你们听了我的话 不遵守吗 我现在不审判你们 但是 有审判你们的 就是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要审判你们 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 乃是我的父 已经命令我 说什么讲什么 我也知道 他的命令就是永生 神的话语本身 不是说你听也行 不听也行的 乃是直接的一个 独特的命令 所以各自的听 各自的重生 各自的听 各自的悔改 各自的听 各自 照着神的话语的永生 可是 为什么我们束手不测 听是听 可是为什么听了 不行动呢 这是令人惧怕的 真的是令人惧怕的 各位 很多人以为 我们的人生啊 有明天有后天 以后的日子长着的 大家我们请看 到了节假日 为了回老家 结果呢 节日呢 发生交通事故 死了的人 何止一两个呢 那这些人呢 有没有想到 我回老家呢 会死在路上 从这样的想法 出发的吗 我们呢 一个小时之后死 都不知道的 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一分钟之后 能死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的自信呢 死了以后 能进天国 可是肯定 得掉在地狱里 这个事实 我们都不知道 而了解这些事实 的是神的知识 我们得靠着 神的知识活 可是为什么 我们不接受 神的知识呢 为什么不接受呢 所以对此呢 我是非常的关心的 为什么 在教会的这个 就是 应该把神 当成王的 这样一个 主子社会当中 王的话 为什么不能 通过你成教 为什么你就 没有行动呢 那么到底 神跟你 是怎样的关系呢 神跟你 是怎样的关系呢 你们如果 称呼神 为父 那么 你跟神 是一个家庭的 是一家人 那么哪个小时 不听父亲的话呢 神的儿子耶稣啊 父亲让他 来到世上受害 受警戒 受压伤 定在十架上 流血受死 一句话 反对意见 他都没有 就照着来 死了 拯救了世人 到底我们是怎样的存在 将来藐视神的话语呢 到底我们是怎样的存在呢 如果你现在讲到 叫人活出神的话语来 人家说 你怎么 信仰生活 过得这么难呢 信仰生活难呢 是因为 魔鬼不让我们 照着神的话语活 信仰生活过不好 怕下地狱 才难的 信仰生活过得好的人 是不难的 因为他在活着 信仰生活就是为了活着 可是为什么我们 信仰生活那么难 过得像要下地狱的人一样呢 你有没有说 哎呀我吃饭真难 早饭我不吃了 中饭我也吃得真难 中饭不吃了 晚上饭呢 我也觉得吃得难 不吃了 为什么呢 我不想拿筷子 我不想拿尘 算了我就不吃了 那这样的话 只能是死了 我从来没有看见 肚子饿的人 都不爱吃饭的 我们因着罪呀 罪死亡地狱的灭亡 那么永远活着的信仰生活 我们过起来 就不会觉得难了 这是我们生存的本能 是我们求活的本能 照着神的话 一活就是信仰生活 可是为什么你觉得难呢 我真的不能理解 真的我不能理解 各位信仰生活过不好的话 是多难呢 哎呀这样的话 我掉在地狱里怎么办呢 这样的话 我受了咒诅怎么办呢 那这样的话 主再来 我被劈下怎么办呢 这样的话死了 掉在地狱里怎么办呢 所以这才是难的 因为没有安全感 可是信仰生活过得完美的人 他就绝对没有难的理由 我今天性命结束 我会进天国 主再来我就会被提 我所遇见的所有的人 我要都对他讲 信仰进天国 所以这样的过程 非常自由的 所以你要晓得真理 相信真理 承认神的话语 那这个时候 你不照着神的话语活难呢 还是照着神的话语活难呢 当然不照着神的话语活是难的 大家我们注意听 我们照着神的话语活 要知道这是我们一生的基业 是我们一生的基业 可是为什么你们不这么活呢 亲爱的各位 我们沿世中央教会 三十一年五个月之前 我们教会呢 创立的时候 就是照着神的话语 就是照着神的命令 来决志过信仰生活而开始的 所以圣徒也是这样的 聚到一起的 可是来到了宫洞 结果什么样的人都来了 就不听话了 神的话语的权威啊 对谁呢 都是同样的影响 可是为什么 神的话语的影响 对你就没有了权威呢 你有没有自己问过自己呢 我刚才也说了 世上争钱的这个组织社会中 上师对下半人吩咐什么的话 他必须要顺从工作才能挣钱 而我们要永生 我们说我们往天国里走吧 我们照着神的话语活吧 我们抓着耶稣的血走吧 我们悔改往前走吧 那跟不上来的人对他传道 带他走吧 这是当然的 这是当然的 可是当然的 你为什么不以为当然呢 为什么当然的对你就不当然了呢 各位 我们过好信仰生活 不是为了谁 乃是在这样的话呢 自己最放心 这样的话呢 自己心里最舒服 这样的话呢 自己呢 才能够最舒服的喘气 所以这次信仰生活过得好 信仰生活过不好的话就不安 大家想天天多么的心里不安啊 我受咒诅可不行啊 我掉在地狱里可不行啊 我在罪里受神的责备可不行啊 那当然这是不安的 我在上学的时候 我的大哥 因为我考了全校第四名 打了我一顿 我知道肯定挨打的考了第四名嘛 因为我哥哥呢 有对我的要求 我大哥嘛 他怎么说 我就得怎么顺从 怎么跟随 所以说我就被 打了一顿 而且呢 被拨得惊动了 赶到外边去 那我哥是因为 恨我打我的吗 不是吗 你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那你能学好习吗 其实 我学习肯定 也不会学得好的 因为 我 因为去教会 我爸爸 我爸爸逼迫我 就不让我上学 把我的包 给藏起来 不让我上学 所以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就是学不好 其实考第四名 也不是没学好 那么这些做不好的话呢 都挨自责 那信仰生活呢 你是第几等的呢 你在神面前 你的信仰生活第几名呢 你有没有想一想呢 所以说 有多少人得挨打呢 因此 你们现在没有挨打 你们以为是好的 但是 你们挨打的话 精神才紧张起来 大家听明白了吗 挨打呢 不是人打你 乃是你自己 来鞭策你自己 自责你自己 我这么下去 不行 我不能把我的灵魂 打不到地狱里去 我所遇见 所有的人 都不能打 他们掉到地狱里 这是我们良心的本质 一起说良心的本质 良心的本质 因他受的刑法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刑法 我们跟神之间的 就有了平安 这是怎样幸福的事呢 我们受的警戒 主替我们受了 让我们享受了平安 我们就可以称呼神为父 又承受天国为业 不了解这一点 与神为仇 在罪里要下地狱的人 那我们就得向他传 我们就得去救他 所以不要单单 我自己知道 如果你不能去传的话 那么这个属灵的 警戒是多么的重大 因着罪受的压伤 是多么的重大 因着过犯受害 是多么的重大 如果你知道的话 那你脱离出来的话 要告诉别人 有脱离出来的办法 叫别人也脱离出来 所以说不管得时不得时 你要去传福音 你要去传福音 他耳朵听了以后 行动是我的事 你只管去传 你只管去传 我们的信仰生活 是对我们灵魂负责任 也是对灵神的灵魂负责任 所以这就是福音传播 和信仰生活 可是为什么 我们没有这个责任感呢 为什么不想负责任呢 因为你以为 你不负责任也可以 那么如果你认为 不去传也可以的话 那真的照理想的 不传也可以吗 不是的 所以我们最重的一个责任 就是不能打翻 我们的灵魂下地狱 那这样的人的话 也会被灵舍的灵魂负责任 大家理解吗 那是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我们大家请看 到昨天为止的 我的这个状态呢 是很好的 所以我就想 这次的总传道主日 我会有一个最好的精神状态 因为我也祷告了嘛 所以我来最高一次的 来传一次福音吧 可是昨天晚上开始 昨天晚上 睡了觉 早晨起来 这身体呢 就不听使魂了 为什么又有这样的事情 发生了呢 大家请看啊 我们眼睛看不见的 这个魔鬼的工作 他不管什么时候 总是叫我们打消 做主工作的欲望 制造这样的环境 在这样的条件当中 就感觉到 这样的世界里 我怎么做呀 就拽着肉体 急欠着这个后腿 不断地让我们 不过信仰生活 不过属灵的生活 之后呢 对临舍 没有救灵的热情 我都这么累的 我向谁传道呢 就这样叫人泄气 这个仇敌的 这样的错误的想法 我们不能让他呢 来拜发我们 任何的信仰生活 越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得 越大胆地工作 可是你没有力气 你怎么做呢 心里没有力量 你怎么做呢 大家我们知道 最大的力量 是带动肉体的 这个心里的力量 想法当中 它有力量 想法没有力量的话 什么都做不了 所以说你要保守 你的想法 耶稣为我们流血 把他血里的生命赐给了我们 告诉我们在你的灵魂 在你的生命当中啊 要靠着他保守的力量 来胜过这个世界 胜过耶稣相反了一切的仇敌 不能胜过的人 败北者怎么去传呢 败北者怎么能去传 传得胜呢 是不能的 各位 今天呢 来了这么多人 我们大家不要以为 都来教会了 死了 都能进天国 主代了 你们就都被提了 这种伪善的 说假话的 讲道人呢 如果有这样的 讲道人的话 所以呢 圣经里就说 在末世的时候 不要被这些假贤之逼惑 各位 你们今天国 是有神的基准的 有神所定的基准 有你们信仰生活的基准 你们同意这个基准的 回答阿们 那这就是神的话语 可是为什么 藐视人的基准 随便的来迷惑圣徒呢 这是实在令人可惜的 实在是令人可惜的 有的人又说了 神都看着给我们做嘛 有什么必要非祷告不可呢 那如果这样的话 耶稣为什么祷告呢 如果神都看着做的话 谁比神的儿子 祷告更多呢 神的儿子耶稣啊 他会对他挣扎的祷告 大声哀哭 流泪的祷告 额上掉下来的汗珠 变成了血珠 他如此的挣扎的祷告 才成就了实际上重大的事件 可看我们还有二话可说嘛 我们没办法胜过世界 也没有办法胜过肉体的情欲 也没有办法胜过 摩扎的血灵的工作 大家注意听 而且我们都不知道 他是杀害我们 叫我们灭亡的 我们要知道胜过他的秘诀 我们要有胜过他的力量 那这就是祷告 可是凭我们的力量 做得到吗 做不到的 唯独凭的耶稣做得到 所以耶稣说 我把我的名字赐给你们 你们要奉我的名祷告 奉我的名医病 奉我的名悔改 奉我的名罪得赦免 奉我的名圣灵充满 奉我的名得胜 可是为什么他把他的名字赐给我们呢 因为不是靠他的名字 印尖全面魔鬼的世界 我们是对他没有任何的办法的 没有对待他的办法 首先我们要承担使命的话 第一重要的就是祷告 一起说祷告 祷告 如果不祷告 没有神的帮助 我们怎么过信仰的生活 大家自己判断 你们想今天 我信耶稣都回答 阿们 耶稣为我们死 也是为了叫我们进天国 有人怎么说呢 还有人呢 信耶稣的话 怎么就为了进天国信的吗 那么你说为了什么信的 耶稣为什么死 他背负我们的罪为我们死 是说你不要因着罪 掉到地狱里你要进天国 他为我们而死的这个血 如果我们掉到地狱当中去的话 就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了 耶稣的死 耶稣的死血的效率 要在天国里面 确实地彰显出来 哎呀 人怎么能那样的利己主义呢 非要进天国信耶稣的吗 这都是令人可惜的呢 所以耶稣公开的服事 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因为天国进了 你们应当悔改 一起说你们应当悔改 天国进了 这就是耶稣的话 所以说呢 多么令人可惜呀 那么耶稣为什么流血受死的 为了叫我们进天国呢 还是为我们来教会 为了叫我们进天国 才背负我们的罪为我们死的 也就是说你不要掉到地狱里了 你不可以掉到地狱里 大家承认不能的这个理由的回答 是不能的 不可以的 可是到底为什么 你做出了脱离神话语的行为 而且呢 不守神的话语 不守圣经的这个 神组织社会里的法规呢 亲爱的各位 我们言识中央教会 我希望没有一个人掉在地狱里的 我一祝你们 祝福你们全员到达天国 可为什么你们不祷告 为什么不祷告 确实能进天国的人呢 他就要保守这个天国 那他就要祷告 他就要火输神的话语来 他就要照着圣经活 亚当向我没有照着神的话语活 死都临到了他们 那么你现在不照着神的话语活就行吗 也有这样的人呢 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了 都已经饶恕了我们 我们就是犯点罪 就不饶恕我们吗 不是的 没有悔改这个程序的话 是不能饶恕你的 这点我们要注意听 所以耶稣在告诉我们 你们要悔改 耶稣说你要告白你自己做错了 你要告白你自己的是罪人 是需要耶稣死的罪人 那这样的话你才最多赦免进天国 耶稣为你因此的血的效力 才以赦罪章采出来 正确的就是圣灵在你里面 有正确的人圣灵在你里面 那你都得到能力 那你就要从耶路撒冷犹太权力 来给耶稣来做见证 知道地基 任何人都能去传福音吗 信耶稣得救的人才能去传福音 不能 不能信耶稣得救的话 怎么去传道呢 他自己都没有得救了 那我们再判断一下 能理解吗 我们都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几路 个人偏行几路 个人都走错了 都走自己的路了 那自己的路是什么呢 就是照着自己的想法走 照着自己的判断 我因为这个 我因为那个 那牧师培灵会呢 我自己呢 办了很多次了 牧师们常说 说牧会是多样性的 信仰生活也是多样性的 有的教会是这个样子 有的教会是那个样子 说这话的人呢 他真的以为呢 有多样性 我们的信仰生活也好 牧会也好 都没有多样性 唯独照着主的话语 圣经来说 圣经有几卷呢 有没有这样的圣经 那样的圣经啊 我们的信仰生活呢 是照着神话语所记载的 来过的生活 这叫信仰生活 所以信仰生活里面 怎么能有多样性呢 原地主要教会呢 有祷告的恩赐 所以祷告 我们教会没有祷告的恩赐 所以我们不祷告 是什么恩赐呢 这是什么恩赐呢 我小的时候 我爸爸 那时候呢 有从日本进口的机器做的面包 圆的 就是呢 切掉以后呢 是带卷的 这个面包呢 很好吃的 我爸爸的手里边拿着这个面包 结果呢 我放到一个地方就出去了 我就想吃 吃的时候又怕 我爸爸回来说我 算了 我不管你那么多了 吃完再说 要不然我就得盯着看 要不然我爸爸来跟我爸爸要 弟兄多嘛 反正谁先吃就是谁的 所以怎么办好呢 想吃面包的人的想法 目的呢 就是吃面包的这个想法 这个想法都是一样的 你能不能对面包的多样性说 我更想吃我头 我更想吃年糕 我更想吃 这个菜包 没有啊 只有这一种面包 我们的信仰生活呢 只有耶稣 只有神的话语 没有别的办法 信仰生活绝对没有多样性 只有主的应许命令 这一个 可是为什么信仰生活 找多样性呢 难道不是吗 所以有的人呢 就说 耶稣天牧师 耶稣说 你奉我的名 一边奉我的名 赶鬼 这是特别的 有恩赐的人才能做的 不是任何人都能做的 圣经里说 信的人嘛 我们为什么要把这样的借口 拿出来呢 他以为是对的 即使呢 魔鬼撒弹邪灵 给人无数的智慧 叫人找出来不行的办法 他都不断地辩证自己做不到 不是确认自己没有信心 他说什么呢 恩赐不同嘛 所以就自己的遮掩自己没有信心 各位信仰生活没有多样性 都要照着主所说的做 各位今天人都找多样性 自然而然就生出了多元主义 多元主义是什么呢 都信耶稣 可是他得救的办法不同 这样的办法能进天国 那样的办法也能进天国 所以呢 得救的多样性就多起来了 得救只有一个 就是在耶稣功劳面前 悔改罪得赦免 蒙赦罪才能进天国 没有别的多样性 我们的救恩论是这样的 我们的救恩论是这样的 人中来的救恩论有什么意义呢 北斗主所说的救恩论 才是真正的 他流的血就是我们的救恩 悔改就是救恩 我们不管是谁 在神面前都是罪人 在耶稣保险功劳面前 悔改才能得救 来教会不能得救 悔改才叫做信耶稣 现在是耶稣为我死 要明白自己是这样的罪人 把罪吐出来 得到耶稣保险里边的生命 才能看到这个生命进天国 所以说 判断我们哪里面有多样性呢 难道不是吗 就是这样 神将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耶稣最后说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到能力 并从耶路撒冷犹太权利 撒玛利尔直到第几亿 来接着圣灵的能力来见证 我已经为了你们的过犯受害 解决了你们的过犯 我已经为了你们罪孽压伤 解决了你们的罪孽 我已经受了警戒 使你们享受了平安 你们要去传 我已经受了鞭伤 解决了你们的疾病 你们要去传 你们都已经丢弃了我 各自讨散 可是我担当你们罪在十字架上 因为你们的罪孽是死 我已经背负你的死 为你死 拯救了你 你去想不了解这一事实的人去传 从耶路撒冷 犹太权利 撒玛利亚 直到地几亿 你要去传 圣灵降临 你要去传 你要去传 这就是主最后的拜托 这就升天了 让我们所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去传这一消息 不让人掉在地狱里 当然不要再让人掉在地狱里了 当然我们同意吗 可是我们的父母仍然掉在地狱里 我们的地球仍然掉在地狱里 我们的灵神仍然掉在地狱里 我们所见到的人仍然掉在地狱里的话 那么你的存在是什么呢 你的存在在神面前 你是不是有使命的存在 得救之人的存在又是怎么样的呢 那你就是对自己的存在 没有意识到的人 亲爱的圣徒们 下主日 我们所传到的人一个都不能够丢掉 我们全员要以主耶稣流血的精神 我在里面前能死一千次一万次也好 唯独你要谢耶稣得救 这个精神唯独借着圣灵才能得着 因为圣灵的第一个果子就是仁爱 这个仁爱不是不爱主义 这个仁爱也不是从努力道德来的 不是从感情爱情里来的 不是人情 那是救灵魂的能力 大家听明白的回答 阿们 这是能力 爱里面没有能力的话 爱是假的 大家听明白了吗 母给撒旦写了肉体的私欲情欲 被世俗支配的人 我们把他们救出来的时候 爱里面一定有能力 一定有力量 这个能力 这个力量 我们记得能力 这个力量 要对所有我们传当的对象 不论如何下一周 再把他们带来 下一周我们第二次 再过一次 传到主日 我们要使出我们所有的力气 来救灵魂 来承担起来主 教会给我们的使命 我将以主的名祝福你们 大家一起说 我要去传 我要成为主的教宗 我要成为主的声音 我要成为主的生平 马可福音里面 主耶稣怎么说的呢 未来到这世上的目的是为了传到 未来是为了传到 传到的话就来赶鬼 因为要把鬼之辈的流魂抢过来 所以传到的话是要有能力的 这个能力是从爱里出来的 从耶稣流血的爱的精神里出来的 主 如果我里面有你的宝血 我也可以靠着你的精神去救灵魂 主 就是让我跟主你同样的旨意 成为你救灵魂施工的同工 是我灵魂的时代充满荣耀 是我天上有大大的奖赏 使我能够做得出你的存有两遍 主 使我肉体的时代能够制造出来这样的荣耀 主 因着我求主让下地域的人数减少 大家我们一起来高举双手 一起来伞主 我们肯切地祷告的时候 悔改我们没有传到的罪 悔改我们没有服起责任的罪 悔改我们轻护耶稣保险的罪 没有能够悔改在罪里的人 希望你们能够悔改出来 主 求你让我成为传到者 成为救灵魂的人 让我成为得救的人 我才能去传到 我不能得救 我就不能去传到 我不能得救的话 向谁去传到呢 连你自己的灵魂都要死了 所在救助无数的灵魂 今天国的世上 就让我以耶稣的精神 来颁越耶稣的保险 求圣灵的权柄来使用我 一起来撒红主祷告 救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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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